目前距离交易截止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不少可能成为潜在交易筹码的球员 基本已经浮出水面 正因为本赛季充满悬念事件 所以未来仍可能出现谋比 彻底改变联盟格局的重磅交易 不少球队仍希望通过交易 送走心怀不满的球员或是补强拼图 下面我们就来看目前身处交易传闻的球员 埃里克·布莱索 太阳太阳管理层正寻求有关布莱索的交易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但这同样也意味着 联盟其他29支球队 会有很大机会补强到这员后场 汉江即便如此 目前对布莱索最有兴趣的球队似乎是活塞 据美美透露 活塞可能将在涉及布莱索的交易中已累积 杰克逊为核心交易筹码 但据卧神报道 太阳似乎更希望能有第三支球队 加入到这笔交易以减轻吸收杰克逊和 同的负担 前段时间太阳总经理赖恩 麦克多诺在谈到布莱索问题时 就明确表示 布莱索早就下定决心离开太阳 需要明确的是 当布莱索能保持健康时 他会是一名有影响力 并且能提供顶级后场得分能力的球员 上赛季 布莱索场均砍下职业生涯新高的21.1分6.3 助攻4.8篮板和1.4抢断 就算是本赛季 仅登场短短三场比赛的布莱索场 均同样能有15.7分3助攻2.3 篮板和1.3抢断的数据 这位27岁的老将 似乎正陷入较为挣扎的局面 但他的得分能力 应该会让他轻松融入到 活塞的战术体系 至少布莱索能提供 比杰克逊更好的攻防两端贡献 但受限于杰克逊那份大合同 活塞和太阳要推动这笔交易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贾利利奥卡夫本赛季至今 奥卡夫场均仍能有10分球篮板的贡献 但可以看出的是 他在球队攻防两端的作用 已经有较为明显的下滑 至少目前76人会更明确将恩比格 萨里奇和阿米尔 约翰逊等作为前场轮换阵容 虽说奥卡夫已经明确表示 希望被买断或交易 但管理层肯定更倾向于推动 某笔交易并得到回报 目前对奥卡夫最感兴趣的球队 似乎就是旅军 毕竟他们还有一个840万的伤病特例可用 作为2015年炭花秀 奥卡夫在自己新秀赛季 就能有场均接近18分和7篮板的数据贡献 而上赛季随着恩比德的付出 奥卡夫的整体数据 已经下滑到接近12分和5篮板 但正常情况下 他仍会是内线非常实用的进攻端汉江 虽说霍福德的存在 让绿军看似不会有太大空间给到奥卡夫 但贝恩斯是唯一能作为霍福德身后替补 这也是安吉会考虑奥卡夫的重要原因 本赛季这支绿军 可以说是很有机会打出东部榜首的战绩 如果替补习能有奥卡夫这种得分威胁作证 这对绿军未来冲击东部榜首战绩 或是挑战骑士等都是最好的帮助 马里奥 赫索尼亚和奥卡夫一样 小前锋赫索尼亚一直没能在魔术阵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作为2015年第五顺位新秀 赫索尼亚职业生涯至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据美媒报道魔术和国王之间就曾有涉及赫索尼亚和马拉奇 理查德森的交易谈判 本赛季至今赫索尼亚场均只能有3.9分和二篮板的贡献 而马拉奇场均却能有5.2分一篮板的表现 虽说赫索尼亚是更有天赋的球员 但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像这些天赋 转化为对球队有实际帮助的数据 马拉奇只是首轮末位的新秀球员 当然他同样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数据表现 但他却可能是更适合魔术的球员 目前国王已经彻底进入重建 所以得到更有天赋潜力的赫索尼亚 会是更好的选择